你放在這裡 不放在這裡 OK 來吧 握手 我放在這裡 屯門廠商會蔡章國中學 近年修生持續下降 為了更亡面被殺 學校在今個學年 都特地為南亞裔的新生 開設國際班 五學生有印度、巴基斯坦 菲律賓和尼泊爾等不同國籍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和他們一起讀書 可以和他們一起玩 可以和他們溝通 因為有些民族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 我想和他們聊一下 國際是怎樣的 文化是怎樣的 所以我就來了這個班 要吸引到南亞裔的學生入讀 學校都花了不少時間手臂 例如是重新設計女生校服 加長手袖 適合回教徒學生教宗教習俗需要 五學校又聘請了一名南亞裔的助教 協助學生融入學校生活 有些同學是完全 中文能力表達不到 英文雖然是懂 但又不懂得自己 表達班的答案 或者不懂得跟老師說 他們想怎樣去表達自己 所以一定有個翻譯助理 或者老師在 可以跟他們溝通 他們平時想跟老師或阿上 在教甚麼 由於學生的中文能力參師 國際班都是以全英語受課 學校今年一共取錄了16個南亞裔學生 中一總收生人數超過61人 令到學校逃過被殺校的命運 五學校的收生策略改變 今年收到大約70多名中一學生 校長說不擔心學校會被標籤 收生方面有保證 南亞裔小數族群 也得到一個優質教育機會 本地學生 也可以體驗到多民族共融 也可能有機會 進入國際班學英語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從正面去看 就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反而是一件好事 吳校長又說 由於教育局對於特色學校的發展 仍然沒有具體的方向 學校都是自行摸索 要吸納更多的新生 令到學校進一步遠離殺校線 學校近年也都自力發展 視覺藝術科的聯校課程 比區內的其他中學學生選讀 增加學校的知名度 希望透過雙線發展 申請成為特色學校 開辦特色課程是暫緩實效的自救方案之一 我們問過教育局政府會怎樣推行特色教學 教育局回應說 暫時都未落實政策的框架 但據知特色學校的名額有一定限制 有學者認為推行特色教學 有助本港教育發展多元化 當前的討論不是因為縮班失效 而是討論將承諾的資源 怎樣有效幫助我們每一間學校 變成有特色的學校 讓這些有特色的學校 培養出來的學生是各具才華的 而他們將來的就業、創業、在世界、在香港發展 得到最好的機會 這個其實是我們要走的 他說當局應該提供資源 協助學校選營發展這一類高升值的特色課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王婷婷報導